上一期小螃蟹吃沙子的视频感觉很有趣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群吃土的小家伙 到底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微生物这个类群种类极端的丰富 而分布最广泛的微生物之一 便是和汪峰一样占据了江河半壁江山的硅躁 在世界的所有海洋河流以及土壤湿地中 几乎都能发现这群小生物的身影 它们的种类非常之多 估算约有接近十万种 而且形态也是千七百怪各不相同 它们的外形几乎囊括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形状 圆形三角形方形六边形竹筒形和缩形等等等等 还有这种聚在一起生活的龟枣鸡群 像是外星武器一样的几何图形一股浓浓的赛博朋克缝 龟枣的大小一般在二到二百微米左右 放大到极致这种生物却是美到令人沉迷 许多龟枣身上都有着这样丰富且规则的纹理 像它们的外表一样龟枣的能力同样不可小觑 在内它们会用美丽的居壳守护自己的肉体 在外它们会用渺小的身躯 默默守护着宏观世界的繁荣与秩序 之前讲细菌的时候说 细菌是地球生态非常了不起的功臣 而漂亮的龟枣也同样如此 生态上它们是可以毒色养活自己的自养型生物 会把光和水液将而氧化碳转化成氧剂以及生命能量 全球的龟枣每年可以转化出地球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氧 并且还会吸收掉海水中超过六十七亿吨的龟 龟这种物质我们都知道它广泛存在于沙土岩石之中 而龟枣的独特之处便是把二氧化龟制造成自己的细胞壁 而氧化龟对于人类来说非常的熟悉 我们窗户上的玻璃大部分是由二氧化龟构成 而这群住着水晶房子的单细胞生命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率先发现了玻璃 活着的时候龟枣会制造氧泵为地球生命提供食物 而死掉之后它们的躯窍又会沉降到海底 然后变成龟枣土为聪明的人类发掘利用 龟枣土会被产金药品涂料或者是猫砂之中 在材料领域中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这群生物的历史非常的久远 人们发现最久的龟枣化是来自于侏罗纪早界的琥珀之中 尽管根据分子中推算它们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更紧 不过科学就是如此没有证据也不会定得太分明 分类上龟枣属于色藻界 这群生物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 除了一些不常见的微生物外 色藻界还有很多大型生物 比如经常会被端上餐桌的海带 准确的来说 龟枣是一群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生物 其中一个证据是它们具有尿素循环 尿素循环也被称为鸟氨酸循环 其原理是将剧毒的氨转化成微毒的尿素 然后再从身体中排出 这是一种哺乳动物鸟类和多数昆虫都有的属性 而龟枣拥有这一特性的同时还可以光合作用 所以人们只能把它们扔进枣类这个大方之中 大多数龟枣都不会运动 它们只能依靠外界的力量随波逐温 也有一些龟枣会像这样附着在大型枣类之上 然后与它们的小马车生死一共 而像这个星状枣就是一个典型不会动的家伙 这是由多个龟枣组成的一个小型生物群 远远看去它们像一群散乱的骨头 而画面中更加抢眼的是会动的鲜毛虫 这也反映出来人类这种生物的视觉特性 虽然拥有静态视觉 但是运动物体更能引起大脑的注意 当然这种能力对于人类祖先来说 具有非常大的生存意义 也有一些龟枣可以运动 它们并没有像席菌那样拥有鲜毛 不过它们会通过咳缝分泌粘液来推动自身 粘液运动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目前人们确实没有搞懂它们运动的底层逻辑 人类运动依靠的是机动蛋白和机球蛋白 而当科学家把一些破坏机球蛋白的溶液 低进培养敏中 里面的龟枣便失去了运动能力 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为浮游植物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另外就是龟枣身体里的这些小颗粒 人们会对它的内部构造比较好奇 除了必要的细胞之外 龟枣会把多余的能量储存起来 这些能量通常以之类和金枣坤不多糖为主 而这个多糖的化学结构更加类似于海带多糖 就是依靠这些营养物质 它们可以养活自己又能养活其他生物 所以沙滩里的小螃蟹干放干的就会非常起劲 不过龟枣只是众多微生物的一种 微观世界中还有一群顶级猎手 就是我们之前屡次提到过的海威型甲鞘类 这群东西会吃掉相当多的龟枣 然后它们再被更大的生物吃掉 进而把营养通过生物网络向上汇集 最后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龟枣的种类 最常见的是这种传周形态的龟枣 旁边的那些是比较大的蓝细菌 这个非常漂亮的是鱼状龟枣 鱼状龟枣是一个母 其中会有许多种类 就像灵长墓中会有许多种猴子一样 而最特别的是这种群落形的派格棍形枣 类似于海绵那种 它们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生命群落 之前有小伙伴说想看线虫 这里就有一只乱弱的线虫 线虫属于褪皮动物 也是微生物界中非常庞大的类群 不过画面太过甜美 我们还是看一眼就好 这种群落形龟枣 彼此依靠挤钉质的线毛相互联接 说起来挤钉质 也是许多无脊椎动物的标配了 泰格棍形枣看起来非常像是一架管琴 而且可以缓慢地伸展收缩 让部落保持运动 它们可以依靠这种能力 让自己趋光或者闭光 这也是许多自氧型微生物都有的特性 比如之前提过的眼虫以及蓝细菌 因为要依靠阳光合成营养 所以运动肯定可以让它们活得更好 而去光这种能力需要褪黑色的参与 这种分子在地球所有生命 包括植物细菌都有存在 它们像是我们体内的太阳和月亮 掌管着我们也符咒出的生活节律 以及免疫力和健康 心理学会认为有神经的生物便拥有心理 然而从微观角度来看 这种概括似乎并不彻底 事实上 可以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的生物 我们都可以认为它们拥有心理 我都可以认为它们拥有心理 在这种概括似乎并不彻底